因为我们议员现学现卖刚刚选位 所以我们议员叠333 我们的怀仰叠363 OK哦 我们准备了哦 Ready Go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基隆市议员于三发何淑萍 跟来自嘉义热爱蝶杯运动 曾获得总统教育奖的陈怀恩同学 进行蝶杯大PK 带大家轻松的认识蝶杯运动 中华竞技蝶杯运动推广协会 首度举办这场市长杯蝶杯大赛 市长谢果良出席开幕典礼 欢迎各县市选手齐聚基隆挑战 我看这个蝶杯啊 非常的适合基隆 因为都在室内举行 而且老少街 我看到这一次的参选的 年纪最小的是四岁 是来自桃园的范城伟同学 最高龄的是来自我们基隆市 84岁的兰隆志先生 我们掌声为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 今天看到大家那么热烈的参与 也相信蝶杯这种老幼咸宜的赛事 会非常适合基隆 因为我们最近也增加越来越多的室内运动 及活动的空间 希望能够在多余的季节的时候 提供给市民更多运动的选择 那么我想蝶杯就是非常适合 所以再一次也谢谢 大家今天举办这场活动 也更要谢谢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的 弘外国小成校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推动更多蝶杯的赛事比赛跟活动 让大家因为我看这个可以训练 各式各样的协调反应速度等等 都非常适合 这场蝶杯竞赛 参赛选手从4岁到84岁 市长谢国良说 蝶杯竞赛老少嫌疑 不受环境限制 未来相当适合在基隆推广 让有兴趣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次观看 再次观看